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那么几点 第一点 上下嘴唇贴住上下牙齿 这是第一点 对齐了 第一点 上下嘴唇贴住上下牙齿对齐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量嘴角稍微用力加住 注意 指望后用力 往后往下 不要很拉 这样 第三点 下巴肌肉贴紧下牙床 使这个下巴保持平坦 我做一下这个口径 就这样 每天呢 你可以对着镜子反复练习 检查要量 这个练习呢 可以多做一段时间 这样呢 可以使这个嘴部的肌肉相对的稳定一些 然后再做下一步的练习 下面讲 纯正练习 纯正练习 就是不用乐器 也不用耗嘴 只有双唇震动 发音的一种练习 就这样 当然 这个练习对初学者来说 有一定难度 因为嘴型还不太稳定 这个嘴部的肌肉还缺乏力量 那么初学者做纯正练习 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吹气的过程中 用心寻找春间震动的感觉 那么气流通过春间如何引起春间的震动 这是做纯正练习的主要目的 当然了 不要为了发声而改变嘴这个口型的形状 这是不可取的 比如说为了发声 这个嘴整个削起来了 这就不对了 应该在保持正确的口型这个前提下 做纯正练习 纯正练习不仅对初学者有必要 就是对有过几年吹奏经验的人来讲 经常做纯正练习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的嘴唇平时都处在一种麻木的状态 那么常做纯正练习可以使你的嘴唇经常处在一种震动的状态 这样呢 再发音就会更加留名一些 用纯正练习可以做音阶 泛音 爬音 以及你喜欢的歌曲等等 我现在做一下 这个练习呢 不受时间 地点的影响 随时随地都可以练 那么你走在路上 骑在自行车上 只要不影响别人 都可以做纯正练习 做完纯正练习以后 你再去吹奏 再拿鱼去吹的话 你会感觉这个嘴唇的震动要灵敏的多 关于纯正练习 就讲这些